欢迎收听coco早餐 普美鹏这位国王 过去跟中国国民党的早期的政权 还是非常友好的 普美鹏去世之后 到底泰国的政情如何发展 以及泰国的王储 本来由普美鹏的唯一的儿子来接任 但是最新的发展是 总理说王储还需要一段时间 来适应或者是有其他的因素 到底是怎么样呢 坊间所有的新闻都显示出 泰王的这位儿子 似乎私生活受到很多批评 连泰国人也不以为然 到底泰国的政情会如何发展 现在想去泰国是不是好的时机呢 现在我们非常谢谢 台湾东南亚学会秘书长 同时也是佛光大学的 公共事务学系的副教授 陈尚茂 陈教授在我们的电话线上 陈教授您早 主持人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非常谢谢你 不好意思这么早 不过您现在人刚好是在曼谷吗 是的 您到曼谷这次是做学术交流 还是有什么特别的因素 碰上了普美鹏国王的趣事 是 其实绝对是个巧合 因为我是8号来到曼谷 主要是要做学术交流 跟自己的一些研究 那结果待在这边的时候 8号来嘛 9号我们就知道 这个泰国政府发出了一个 有关于泰皇身体控控的一个公告 那这个公告跟以往 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 以往的公告通常我们都是 报喜不报忧 但是9号的这个公告呢 一如反常 这个他是报忧不报喜 所以大家开始对这个公告一出来之后 其实泰国民众就开始感觉到 气氛不是很对 所以从这个11号 11号就是礼拜一嘛 对吧 11号礼拜二 所以从11号开始 这个股市开市之后呢 其实这个泰国股市 我们就开始出现了这个 持续下跌的一个状况 我总计在从这个 这四五天的期间 大概从1500 跌到了大概1300多 跌到了 至少跌了将近超过6%以上 所以从这个股市上面 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到 其实泰国民众对这件事情的 这个关心跟担心 那因为其实原本 我现在应该已经在台湾了 所以你留下来了 对 但是因为我想在这个重要的一个关键时刻 能够在第一时间的现场来去做一些的分析 我觉得是相当不错的机会 所以我决定就是延机票 今年才有机会在曼谷跟您做连线 好 非常谢谢 这也是我们的这个幸运 这个很谢谢陈上茂这个教授 他是东南亚的学会的秘书长 对东南亚问题非常的精深 要请教您 昨天我们看到的新闻 跟这个报道 就是全国举国哀悼 说回忆起 或许你们太年轻 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1975年 我们的先总统蒋公 蒋介石先生过世的时候的整个的台湾 现在的泰国 目前在他们的这个法令的规范之下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哀悼泰王的 他们是讲崩世 对不对 举国是如此吗 所以现在的电视 也是没有娱乐的节目 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陈教授 对 我想泰国目前的状况 当然可以跟台湾早期 今年时期来去相比 但是我觉得这个状况 是绝对不一样的 因为我们知道泰皇 他其实在泰国人民的心目中的地位 是相当相当崇高的 很多泰国民众 甚至他愿意牺牲 减少自己的性命 来去换取 泰皇的一个身体健康 所以从昨天下午 就有很多很多的消息传出来 那最后是说 在泰国时间晚上七点 政府会做公告 所以晚上七点一到的时候 我想电视就是进入到 黑白的画面 那之后就是做黑白的播放 那全部的电视台 都是联播这样的一个报道 那包括了像我们所谓的 cable台全部都是 那如果像是国外的这些电视台 它就是用黑画面来去处理的 所以我想第一时间 这个举国哀悼的一个气氛 跟台湾之前是一样 但是我觉得背后的这些意义的因素 是不太一样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泰王在人民心目当中几乎是神 所以跟过去的高压统治的情况 强迫的情形是不一样 那这个等一下我们来 对不起 请您说 那之后呢 我想之后的一个状况 绝对是 现在大概就是降半期 然后娱乐场所要禁止营业 所以我想接下来 至少会有15天 30天甚至100天 都整的一些 这种国伤期间的一些行为 所以比如说 像他们今天早上 就是说大家就会 可能穿着黑色的衣服来出门 就严格进行 穿一些颜色鲜艳的 所以像我就很伤脑筋 因为我这次来 没有带黑色的衣服来 所以全国不是只有公务员啊 全国人出门都要穿黑衣服 但它其实没有强制的规定 但是我想今天上街 所看到的衣服 我想不是黑的 大概就是白的 要视像一点嘛 这个外来的观光客 也是如此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我想现在在 在曼谷的观光客的话 可能必须要特别去注意 遵守这样的一些 这个30天的国伤期 对于观光客来讲 还是一个适宜去泰国 特别是几个景点啊 这个像曼谷这样的 大城市旅游的时间点吗 是 我想泰国一直以来 是台湾民众很喜欢的 一个度假生地 尤其中国大陆这几年 泰国一直要去 没有3000万的观光客 光是曼谷就有1800万的观光客 所以这件事情 对于泰国的观光业 我想会造成很大很大的影响 毕竟你知道一个国家 在服伤期间 你总之不好到这个国家去 去做 毕竟旅游 我们不知道 是一些开心的事情 对那尤其是观光客来泰国 我想大家一定会去哪些地方 比如说大皇宫 不知道Coco姐有没有去过 去过 对所以大家一定来去大皇宫 那些皇家景点 但这段期间 这些景点基本上都是不开放的 现在不开放 好 在行程安排上面 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 那另外很多 很多台湾年轻人来泰国 当然很避免不了 就是有一些夜生活的行程 那这段期间我想 至少可能30天 15天 至少关门15天是确定的 那之后会不会还会延长时间 那就不得住 所以我想这段期间要来 如果你已经行程都已经决定了 对不对 就是没办法退的话 那还是得来 要不然你就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但是我觉得 如果是还可以延期的话 最好大概是 至少30天之后 那如果可以的话 100天之后再来 所以我想你可以看到 如果100天的话 刚好卡到了一个 泰国观光的最高峰时期 就是年底的 圣诞节 Christmas 跟New Year 所以欧美人是都会到泰国来 来过年 来关注圣诞跟青年 所以我想这次事件 对泰国的经济 觉得就造成很大 很大的意义 好 这个是非常谢谢陈上茂教授 帮我们把泰国目前的状况 特别是很多人喜欢去泰国旅游 做一些安排 晚上的夜生活是强制性的 要取消的 这个政府 好 我们来看政治方面 这个泰王的唯一的儿子 也就是王楚 一直有传说 他不是人民所信赖 人民喜欢的是他的女儿 这个天使公主 那昨天这个总理说 是由王楚接位 但是今天早上有不同的消息 您怎么看最最后六分钟时间 请教您您分析一下 对于泰国政治上的影响是如何呢 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 就是说在后埔美宫时代 这个政治权利的一个版图 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呈现 那从最新那个观察看 当然我们从法律 从他们的1927的王位计程法 跟后续几次的宪法 修正跟新的宪法 我们来看的话 王楚就是这一位王子 他绝对是具有第一顺位的接班权 那另外一个重点就在于说 今天公主可不可以接班 因为很多人说 这个女生好像是不能接班的 但其实呢 这个公主 施灵宫公主 她是具有接班的资格 这个也是确定的 因为在1977年 这个铺美宫国王 就给了她一个 这个王楚的一个身份 女王楚的一个身份 所以基本上 她是跟现在的王主 相等的权利 是具有接班的 只够在接班的顺位上面 是稍微低了一点点 她是地级顺位啊 她是三女儿啊 对对对 因为她全面的女儿 是嫁给外国人嘛 所以 外国人 所以后来被取消了 这样的一个 所以她是第二顺位 她其实也不是第二顺位 照理说第二顺位 其实是王子的儿子 这种所谓的皇孙 是是 就是按照他们的 1924年的王位继承法 但是我必须说 这个法序 你也知道是在 泰国还没进入到君主 立件时候 所制定的法律 是 所以现在这个法律 到底会如何的进行 坦白说 没有人知道 但是昨天 目前看 看出来 王子 他现在只是表 他没有表明说 他不愿意去接 接位 接班 他只是说 目前在服装期间 他需要很多的时间 去准备 先把这件事情办好 他再来去思考 接班继位的问题 他如果继位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因为他 他的名声不是很好 是不是 是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来 他这几年 试图想要去改变 扭转他这样的一个形象 包括几年前 他是先跟他 比较有争议性的 一个王妃离婚 所以他其实 目前算是单身的 太阴厉了 因为之后 对 他那时候离婚之后 他也 也把他这个 当时太太的一些 亲戚都抓起来 因为他们也涉及到了一些的弊案 什么等等 所以我想他从几年前 就开始为了接班做准备 先是清除了一些不利的因素 然后同时呢 他又在太皇生日的时候 号召全国民众举办一个 bike for death 就是为父亲而骑的一个 自行车活动 在全国造成一个 很大很大的回强 所以我们看到 第一个 他扫除一些负面的影响 开始他去建立一个 他自己一个正面的形象 都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他这几年都在为了接班而做准备 所以换句话讲 他接班应该不会有意外 他接班之后的泰国的政权是如何 因为他是一个虚位国王 那泰国的政治近几年来 老是给人家感觉 不安的这个情况 我们您怎么看呢 我想太皇普美孔 太阿玛九世 之所以受到民众这么样的一个爱戴 最主要就是您刚所提到 他是一个虚位元首 当虚位元首不涉入到政争的时候 红战军黄战军两边的人都愿意接受这样的一个元首 但是我想如果今天是王子接了拉玛十世的话 他可能不会甘于扮演一个虚位元首的一个角色 而且他在过去一直有传说 他跟红战军的塔姓 基本上关系还不错的 塔姓现在国外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后面的一些政治的影响绝对很大很大 绝对会去充击到目前派国红战军 红战军红战军红黄政治版图的一个调整 是 不过在目前为止 我们可能还没有办法看得太清楚 所以要从这个大概国商期结束之后 对不对 那军方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对军方其实2014年军方发动军事政变的时候 那时候很多的专家学者就在猜测 军方就是为了在等这一天 他们希望当台国发生重大事件的时候 整个局势是在军方的控制之下 对如果今天是有一个 不管是红战军或是黄战军的总理担任的时候 他们没有办法去控制整个国家的一个情况 但是军队可以 所以很多人说那时候军方发动军事政变就是在成这一天 我觉得这样子也被军方等到 那确实由军方来去控制目前的一个政治 全国的一个政治情绪 我觉得是很OK的 但是接下来要问的是说 军方的势力会不会影响到了接班的问题 会不会 对其实这个是很有争议的 因为其实我们知道 太王接班基本上一直是个争议 一直是个病例 没有人敢去谈 所以必须等到真的发生的时候 我们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 那过去有法律1920年前制定的 然后后面很多的法 所以其实这些这么多的零零重重的法 它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处理犯告诉我们说 接下来就是谁接班 所以要继续观察 有很多的可能性 的确的确 等到这个事情差不多慢慢明朗的时候 我们还需要陈上茂教授帮我们做深入的观察 非常谢谢您 谢谢陈教授 您在曼谷给我们做的第一手的分析 谢谢 谢谢 好 东南亚的这个学会的秘书长陈上茂教授 给各位所做的分析 马上回来咯 您所收听的是 叩叩早餐